陳教育長 劉主任 各位同學 還有在座的各位先進 大家早安 其實這個題目我是第二次講 就去年 應該是前年12月的時候 台灣科技大學也是通識中心 他要我講一個題目 指定要我講一個題目 就是創意 創新 創業 這叫三創 因為很熱門 我當場就跟他回絕了 他說為什麼 他說我從小就立志不當老闆 我不創業 所以電話就掛斷了 過了兩個禮拜他們又打電話來 他說他們找的那個講員都在講如何創業 那你為什麼立志不創業 你就來講一講為什麼不創業 為什麼不當老闆 他說這樣也比較新鮮 所以我就準備了這樣一個講題 所以當劉主任打電話給我 我想是通識教育 講得太科技太機械 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就用這幾個面向來跟各位同學介紹一下 我的質疑就是說從學生開始 這個是從大學開始 給我按 就從我當學生開始一直到現在 就從18歲現在65歲 這三、四十年來 在 大概這個 這個右邊是下一頁 OK 這個 可以可以 就是我當學生 後來就去工作了 工作我以後 因為當大學教授主要做研究 後來 就 也沒有規劃了 做了很多行政工作 那這一路上 我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是怎麼規劃的 但是有些也沒有規劃 但是重點是我怎麼去做一些抉擇 最後做個決議 這個抉擇 其實同學們都 都在抉擇 就像這個鬼角圖 抽籤的鬼角圖 那如果是 這邊就有A、B、C、D 這邊 A、B、C、D 那 只要抽 那就看看你是要 搭飛機是要搭頭等艙、商務艙、經濟艙 還是貨艙 那我們就請同學們選一個 有沒有人要先選A的 要選A的幾首 選B的幾首 選C的幾首 選D的幾首 那就是這個就是選擇 選擇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因為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 它出來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你們的命運 選擇好的跟不好的 是不一樣的 選A的話就是變成貨倉 選B的話 就變成商務艙 那你就去想一想 我剛剛提這個問題 你有了抉擇 但是這個抉擇 各位在選A、B、C、D 你是根據什麼邏輯 直覺還是就跟猜謎一樣 不是猜謎 就是隨便猜 那你就先放在心上 那這個我不是在 因為我必須要去 我題目叫執涯 所以我必須要去講一下我的執涯是什麼 所以我必須要去講一下我的執涯是什麼 就是我先民國六十二年 在五十八年上了成大 念了四年之後 念了四年之後 因為那時候畢業要上成功林當兵 還有幾個月我就到正新輪胎 去當一個 這個工程師是正職的 Full-time job 不是去打工的 晚的話去當了兩年兵 當了兩年兵 我又到中國技術服務社去 因為我等一下都會講 我是很快把他帶過 去做機械工程師 當了一年 然後就出國去念了四年書 那回來就回到成大教書 那回到成大教書四年之後 我又請假到通用汽車去當 這個叫senior research engineer 然後到紐約州立大學的 這個Stoneville 又去教書去了 那晚因為是成大師留子勤心 這個是Full-time 然後中間還去了科學工藝博物館 當了兩年館長 然後又去大愛大學當了校長 那現在在當政務委員 這個就是專任 那中間還尖了幾個職務最底下 尖了幾個職務 這個不再贅述 那接下來我就從這邊一直講到十六 跟各位同學說明一下 我這個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是怎麼規劃的 然後怎麼抉擇 然後它的創新創意的亮點在哪裡 那前年是這樣 就是我求學的時候 所謂求學不是初中高中 是大學的時候 大學畢業 常常師長同學都會好奇 你畢業要做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要做什麼了 但是反正我不當老闆 立志不當老闆 也不去創業 這等一下我會慢慢解釋 那所以根據這樣 我就開始去講 從求學工作研究行政 這裡面的過程的一些 所謂的亮點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總結 那這個 這個是這樣 就是民國58年18歲 反正那時候是大學聯考 但以前大學聯考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考完再去填志願 我們那時候是報名的時候 就要先填志願 那因為我中學念彰化中學 其實那個時候我前彰化中學 只有兩個人是選系不選校 以前就算大學跑一名 就從第一次去填 那因為我只填了兩種系 一個叫機械系 一個叫電機系 後來考上機械系 就去念機械系的 那念機械系 這個 這個我沒有在做什麼 其實我大部分在念書 我唯一的活動是參加了這個管弦樂隊 那因為中學踢足球 高中是吹小喇叭 到城道我去吹法國號 那再來是救國團的活動 這四年反正就是這樣過 但是我的專長就是機械設計 就東西怎麼設計出來 像各位騎腳踏車的變速器 它為什麼會動會變速器 這個叫機動學 就那個機器為什麼會動 那其實這個是大二跟大三的 這個必修的科目 所以我上了大學大一之後 其實就到圖書館 那個書店 不是圖書館 旁邊那個學校賣教科書的 我就把機械系的所有的 從大一沒有什麼專業的 二三年級的必修的專業課程 一本一本都把它翻了 翻的話就直覺上覺得這個機械設計 跟機動學 因為這個看得到 摸得到 比較有感覺 所以我就那個時候就是 第一個抉擇就是說 我的主修 我要去修這個機械設計跟機動學 那很少人會在大二就決定要主修是什麼 雖然主修就是機械 本科是機械 這機械裡面的範圍要分很廣 那個時候的規定 因為學工程的規定是 畢業以前要有兩個月 六十天去工廠實習 但是我一直到畢業的時候 我有一百八十天 我整整有六個月在工廠實習 那比如說我去過這個造船 演習營 就全台灣走一圈 把那個造船廠都看一下 這救國團的活動 我覺得蠻不錯的 我去那個惠大鍋爐廠 因為這個有故事要講 惠大鍋爐廠在三重 是一個成大的日據時代老校有開的 他每年都提供六個名額 給這個學弟去 我不能講學弟面 因為那時候幾乎沒有女生 我大一的時候 全系就六百個同學 只有一個女生 現在辦公室在我隔壁這樣 這我們就六個同學去報名 就寒假 寒假很冷 這個三重就陰陰一遇了 結果那個時候是一個禮拜工作六天 他要我們禮拜六下午去報到 到他市民的總公司去報到 四點多去報告 講一講 晚上請我們吃個飯 隔個禮拜一就六個同學就去了 他是個鍋爐廠 鍋爐廠就燒熱水 燒蒸氣 我這樣講比較好 那我們去做什麼 在搬鋼管 因為樂交灣去那個鋼管很長 一個人要搬還搬不動 兩個人要搬 扛在肩膀上就要扛了鋼管 就搬了兩天 那第十 這個禮拜一禮拜二就這樣 禮拜四禮拜五也在搬鋼管 禮拜二 禮拜三禮拜四也是 禮拜五不搬鋼管 在打鐵 就真的拿著那個大囊頭在打鐵 因為他鍛造出來 燒出來要打 要鍛造要打 所以第一個禮拜完了之後 我們六個人就陣往了四個人 有四個不幹來這邊當苦工 那我就跟我的Roomate 就說既然來了就撐一下 把他撐完了 我們隔天週末就跑到一個市場 去買了兩雙 就每個人去買一雙雨鞋 反正就當苦工既然來了就做 第二個禮拜的禮拜一 我們是穿了牛仔褲 穿了一副工人 還穿了雨鞋去上班 他沒有要搬鋼管 他說那個廠長說你們兩個來等一下 那九點半他會進來 九點半進來 這廠長做什麼呢 他就親自教我們兩個怎麼設計鍋爐 就這樣整整教了一個禮拜 他大概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大概是測驗 測驗你們能不能耐勞吃苦 那活下來 他就親自送我們每個人一本書 鍋爐設計的書 然後教我們怎麼去設計鍋爐 所以那兩個禮拜呢 其實呢也學到這個 我是講的這個會搭鋼爐 那這中間還是當一個產業間諜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有家公司要需要設計一個蒸餾器 這個蒸餾器來跟它訂貨 訂貨說就跟那個南橋肥皂 那個公司的蒸餾器一模一樣 那南橋肥皂的公司是別人的東西啊 所以我們還當這個產業間諜啊 假設要去維修南橋回到 這個廢大鍋爐屋廠的鍋爐 我被派去做什麼 我說我們在維修鍋爐的時候啊 你趕快去那個蒸餾間那邊那個蒸餾器 去Sketch 它那個這個蒸餾器 它長寬高啊 外勁多大 能夠主要的尺寸都把它想辦法把它畫出來 難得不能Sketch 就是想一想想一想 躲到廁所裡面就畫 所以這個是第一次讓我覺得 這個徒手畫的重要 有時候商展工展看的東西不能照相 那就是這樣 那完了畫呢 畢業 那個畢業 講說人家問我畢業幹什麼 我說我退我去就業啊 不當老闆 我等一下再慢慢解釋 為什麼不當老闆 所以大學四年啊 就做了一件事情啊 就是所謂的專攻機械設計 機動學 我覺得我還蠻專精的這樣 那畢業之後啊 因為是六月就畢業了 九月十月十三號才入伍到成功林 所以剛好正興輪胎 我家住彰化 正興輪胎在靠近圓寧 快靠近圓寧了 在南邊啊 他剛好在招募這個Full Time的人 我去應徵了 那也應徵上了 他說沒關係啊 你就來做啊 做完當兵再回來 就被錄用了 錄用去 他就叫我去設計這個 延壓機啊 這個延壓機比較複雜 但是其中有一個事情是 他要我去改進一部這個 輪胎的外胎的包裝機啊 正興輪胎那時候只做 腳踏車的內胎跟外胎 就現在的正興那時候還很小 但是他外銷美國的 腳踏車的外銷完了之後呢 他用那個塑膠片把它打包 螺旋方式打包 然後外銷 那麼他進口的機器是 是日本的 但是那個打包的那個塑膠片啊 如果用進軌 這成本太高 就用台灣的塑膠包裝片 但是那個機器一轉起來高速回轉啊 台灣的塑膠片啊 那不是為了那個設計的 所以高速轉起來 塑膠片常常會被塑性變形 他就要我去改善那個機器 那改善那個機器啊 就讓我嚇一跳啊 很困惑 那個機器不動的時候啊 我看不懂他又怎麼會動 他一動起來又高速動 我也看不懂 所以不要說機器設計機動學啊 我不要說改進設計 我連去分析他是怎麼一回事 都不懂 那這個號稱專攻這個機械設計機構學的 或者機動學的我啦 是一大打擊 就說怎麼都會連要去分析 他是什麼我都不懂 我還有怎麼有辦法去改進他的設計 那因為只做三個月啊 因為要離職就入伍了 所以我當兵的時候啊 我當兵的時候 我這個義備軍官啊 23期啊 這個 這個純粹是我跟各位講啊 我雖然那時候瘦瘦小小的 但是因為我沒有近視 我體位假等的 那當兵反正抽籤嘛 抽掉一個部隊叫特種驟戰第一總隊 要做什麼 叫我們五小時空投敵後支援抗暴 所以我當了兩年的兵被受訓了17個月 什麼三訓 閃訓啊 什麼什麼簡體字都會寫啊 所以 當兵就是沒有什麼事 但是也不能做什麼事 所以當兵那兩年啊 我一直在想 想剛剛那個問題 為什麼一個機器啊 我要把它改進分析啊 都沒有辦法啊 因為那個部隊 剛開始是在龍泉 其實就在南部啦 在屏東那邊啊 那一有放假我就回城大啊 去請教這些學長啊 老師啊 我說怎麼這樣 那才了解到啊 了解到什麼 所以我大學部學的只是做平面機構 而且是講分析 沒有講合成 沒有講知識 那結果面對這個問題了解之後 就要去解決 那我就覺得說 既然我對這個感興趣 那我只好去念研究所 我大學畢業我沒有 從來沒有想要念研究所 從來也沒有想要出國 就開始去調查 台灣有什麼大學 那個機械的研究所在開那個機構設計 沒有 連那時候 袁樹林的中正理工學院 我就去問過 沒有 只有台大機械系一個蔣金龍教授 他說他只能開一門課 所以沒有足夠失之 所以我第一次想說 那我應該只好去出國 那這個 但是退伍之後 因為原來就沒有打算要出國 只是要去工作 那退伍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兵啊 人家問我說你退伍要做什麼 我說我先休息三個月 因為實在是很累 早上起來要跑五千公尺 中午十點鐘跑個千六五雙賽跑 下午三點又跑一次千六五雙賽跑 我天天要跑八千兩百公尺 所以這個八月十二號退伍啊 那回到家啊 就接到一個叫中國技術服務社的函 是要我去面談啊 因為我以前領過他的獎學金啊 那獎學金是沒有義務的 就是叫中紀社獎學金啊 所以幾年前他這個 中紀社獎學金五十週年紀念啊 還找我回去 那時候當副校長去致辭 那面談完了之後啊 這個禮拜六面談 下個禮拜一啊 我就去上班了 根本休息都沒有 他就在大陸大樓 中校東路的大陸大樓 二樓 我就在那邊上班 那那邊上班啊 在做什麼啊 因為中綱接的是 不是 中紀社啊 就中國技術服務社 他現在簡稱中紀社啊 他接了 中綱的副產品加工廠的管路設計 也接了南斯拉夫一個鋼廠的副產品加工廠的管路設計 我是被分配到南斯拉夫那個廠做什麼 做拍片 就管路設計的工作 就在大陸大樓 天天在那邊畫管路的細部設計 那因為是德鋼包的 那施工的 施工的是印度人 那對象是南斯拉夫人 所以整個就已經是國際化 就國際化就是在那邊只能講英文 那圖面都是德文 那後來的圖面都是德文 那我去了半年之後啊 我就被調到那個南崁鋼流產 就是現在南崁下去 就是中有的鋼流產 那時候就在施工 我在做設計變更 他調了三個人過去啊 調一個是做這個onsite 就主鋼流區的負責人 這個人是到很資深的 叫顏盛銘先生啊 到英國做preneur design 他也調了一個叫徐建一先生啊 做整個工廠的土木工程 那這個offside的負責人退休啦 他就找我去負責這個offside的設計變更啊 所以這個到工地之後啊 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我們三個人出去 我是菜鳥其他兩個人資深 工地有工地一帽 工地一帽是001是沒有人會戴的 就是蔣經國我先生去帶的 那個高幹去的 002是工地主任 003是工地副主任 我們三個人就是004 005 006 那他工地啊 你只要看到00字頭的 還好不是007 因為看起來不像 大家就會肅然其境 這一定是公司派來的高幹 那兩個他們都認識 就是我這個006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因為泰Junior 泰Junior 因為每禮拜要開會 要去解決事情開會 那兩個前輩對我很好 他說因為我們三個人 就一部基礎車住在一個宿舍 三個人專屬辦公室 他說 他說 欸農聖 你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坐在我們兩個對面 你剛來只有半年 有些東西你不懂 我說不是不懂 我是很不懂 他說人家只要提什麼問題 你就看看我們兩個 我們只要沒有表示 你就說沒問題 照辦 如果我們眨眨眼 就是說這個有問題 恐怕要研究研究 就這樣弄了三個月 什麼事情都沒有 就我很厲害 因為兩個人在back up我 一直到三個月以後 總共是又派來一個人 才把我揭穿這個叫我菜鳥 所以我離職的時候 我就去 我離職的時候 我去問那個劉金柱經理 我說那個劉金理 怎麼我是一個菜鳥才來辦你 你就把我派到工地 負責這麼大的工作 而且信任我 比我自身的多了事 這個原因是這樣 因為我在剛去的時候 就在寫德文 用字規在刻德文 我也不懂德文 那刻了一兩個禮拜 我就覺得很無聊 我就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德文字典也不會查 我就到那個民眾服務社 那現在就是在那個高架橋 那以前在那邊 就忠孝東路 還是西路那個八德路 那邊還有個孫伊仙紀念館 那邊有個民眾服務社 我就晚上我就去修德文 修了兩個禮拜 我就會查德文 所以每一次我在刻那個德文字 我就去查那個 那個名詞叫什麼 德文有時候兩個名詞 接在一起很長 查查 偶爾就會查到說 這個字典上沒有 這個字好像是 是不是寫錯了 所以我就去跟我那個小組長 那個何泰銘講說 這個我去查字典 好像沒有這個字或怎麼樣 大概被我抓了兩三個錯誤 一問 問德國人 那真的是弄錯了 所以這個就是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 所以那個劉金鑑金 我後來又出國念書 他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要派我去 那麼多人 他說 在刻德文的人那麼多 刻了好幾年 你是唯一一個 會去抓錯的 還會去修德文 他說很主動 那因為以前我領過他講的一句 他說你本來成績就很好 你又很主動 我覺得說值得栽培 就是這樣 那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 就是給各位參考 因為我才講這個點滴壇 所以這個後來他五十週年 今年我送他們一件是一樣東西 那中紀社人嚇一跳 就是我在南坎工地 那個工作服 有個工作帽 有個灰色的寫的CTCR的工作服 他們找不到這件 因為這件是民國六十四年六十五年 那也利用在大陸大樓那段時間 我不知道什麼叫托五GR1 我就去補托五GR1 然後去申請學校 那這個申請學校 其實那個時候要申請到蔣英軍 拿我的成績不是很困難 我只要去申請熱流 因為我的成績還可以 但是我只申請那個學校 是有設計組 有人在教機構設計的 而且要給我全額獎學金的 因為沒有錢就不能去 那申請的就很難 因為那時候設計不是一個選學 那時候選學就是熱流 或者是雷射 這些東西 所以剛好有個學校 叫University of Kentucky 因為我到美國新日查資料 它有機械系不大 但是有個Design Division 有人在開Kinamerica 還有一個叫D.C.T.O. 那我一去了之後啊 就到Kinamerica機械系去了 一去的話那時候老中就是都台灣來的 那時候沒有什麼大陸人的 就是反正就是台灣的去了 那我的辦公室啊 研究室就是叫Room 238 我都還記得在二樓 那裡面有十幾個台灣來的老中 在那邊 就變成China Town 那我一去之後就覺得說 這個很奇怪啊 這個因為我英文很不靈光啊 因為我脫五剛好考552 勉強通過那個550分啊 我反正我 我的英文很差啦 我只能這樣講啦 我高三英文從來沒有考及格啦 唯一考及格是那個 大學年考考六十一分啊 閱讀測驗二十分 我根本看不懂 我用猜額被我猜對十八分啊 就這樣考上大學了 那真的是事實啊 這個是這樣啦 這個彰化中學的英文程度都不是很好 如果在座有彰化中學 就請見諒啦 那我說我這個英文很爛啊 在那邊就整天就聽 聽這個不管國語台語 我就跑去跟系主任講啊 我說這個這個這個 我能不能換一個辦公室啊 他說你為什麼要換 我就把剛剛講一遍 隔了兩個禮拜以後啊 我就從那個貨倉啊 因為十幾個人是貨倉啊 搬到商務倉啊 那個研究生只有兩個 他就把那兩個老美調走一個 然後我就跟一個老美 那個叫Mike Stanton 所以我一去剛去啊 一個月我就變成 從貨倉被調到那個商務倉啊 這原來的這些老中啊 包括碩博士的一堆啊 就去問我說我是怎麼弄來 我就說我就直接講啊 就每個人就去找系主任講啊 系主任就不理他 我說我哪裡有那麼多地方調 那麼多地方調 沒有了啦 他說為什麼要給驗 他說你們從來不要求啊 只有這個驗要求 我覺得合理啊 這第一點 第二點啊 去的時候才知道 Kentucky這個設計組是虛的 應該是IBM有個廠 叫IBM的Office Product Division 它是做打字機的 影印機的 那時候那個噴墨才開始 以前英文打字機有個那個Selectric 就球形打字機 就是這個陶德昌教授啊 他帶頭設計 他是為了IBM的在職進修 員工在職進修開的課 在那邊 那因為他是 我去找他當指導教授啊 這個故事很長 我必須要 必須要把他skip 所以一去 那所有人都跟我講說 跟這個陶德昌教授 因為他是上海教大去了 他說他最痛恨國民黨 然後千萬不要跟他講中文 所以我每次上課 就是上他的課下課 就到外面 跟他用很不流利的英文 跟他請教問題 這搞了六個禮拜 他終於用中文跟我講 他說你是不是台灣來啊 我說是 那你是不是不會講中文 我說不是 那你英文這麼爛 那你怎麼一直跟我講中文 講英文 後來 他說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收你啊 我娶了一個美國太太 後來知道是加拿大 生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天天都講英文 沒有人可以跟他講中文 家裡面都是美國食物 所以他每個禮拜跑到我宿舍 要我跟他弄 跟他煮中國餐 我不會 蛋炒飯他也吃得很高興 他說我收你就是要跟你講中文 所以有時候 不要道聽廚說 直接跟他談 那因為我本來就是說 我就修了課 因為就知道什麼叫機構設計 因為他們在做機構設計的 又很硬要 那晚的話我就要回台灣了 所以我也去申請了叫 什麼工具區中心 現在工業院機械所的前身 他們也跟我回韓說你的背光不錯 但是程序上還是要回來 正式來interview 那這樣才完成 但是這個Dr.Tao他就很鼓勵我再繼續念PhD 他說你應該到普渡去念PhD 因為他是普渡畢業的 那我後來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太太 因為我是結婚以後才出去了 以前是結婚 那以前是結婚出去不能吸卷 要滿一年才能吸卷 以前是這樣 所以為了讓我太太早一點注意 他就去申請了Kentucky 所以他變成他玩了我一個學期去Kentucky 那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 我後來到普渡去 是不是要去念書 是因為 那我太太從Kentucky畢業 那我就回去了 就是這樣 那本來也沒有要申請 那他要我申請 我只好去申請 那我跟他講說 我只要TA 就是Teaching Assistant 因為TA就是要去當助教 他看我英文很爛 大概就會不會給我獎學金 這樣我就可以不用去 就可以回台灣 是這樣來的 那時候真的很單純 他也給我那個獎學金 而且是TA 那也沒辦法之後到普渡去 去 這個是D.C.討 這個不是我太太 那時候剛去 因為我不會主辦這個 這個也是彰化的 他跟他先生在念書 這個什麼名字我忘掉了 他就幫我煮飯 煮菜 給這個大哥討